一直以來 我都是想寫什麼就寫什麼 29歲利偶王 出道10年 攻佔娛樂圈兩次投擔 一次是拿下金曲獎歌王 一次是無套外遇 20歲孝三 現在跟老闆有聯絡嗎 小外遇有什麼外遇 前期前期 沒有外遇 即便利偶這段時間 在閉關也好 或修煉也好 你們只要有叫車 有機會叫到他的車 有叫車嗎 多段的親眼看到 他以為話糊爛 3月30號下午坐標名稱社區 利偶王和他的饒舌小夥伴 在日系服飾店試衣服 沒想到身材魁梧的他 也有少女心 整個店內都是利偶王的伸展台 帽子衣服統統穿好戴滿 最後兩手空空 奏會唱片公司顏色 卡顏聊天比個夜 一群饒舌歌手的小確幸 就是這麼簡單 不過狂歡是一群人的孤單 孤單是一個人的狂歡 但兄弟鳥獸散後 利偶王獨自坐在門口當起社會觀察家 當時有人出現 給予利偶一點溫暖的Mais Talk 試圖拉回他差點出銷的靈魂 開始失敗 當狗在差點跟著一起進入夢鄉時 利偶王終於拿起電話準備幹大事了 和機械人確認過眼神 一起往路邊停車格走去領車 沒錯 這是傳說中那台 利偶王的多元化計程車 要價114萬元 Toyota Red 4 哥王開車您放心 搭過的人都說讚 嗨 你好 你好 鍾先生 到那個華山 對 華山 你們要不要喝水 好耶 好耶 白癡啊 不好意思 那個利偶 不是 誰 你說 誰 什麼 你長得很像我一個朋友 對對對 余生一瓶糾察隊 跟著司機王從民生社區出發 經過一路觀察 他非常遵守交通規則 堪稱優良駕駛喔 下一站中山區咖啡廳 這局除了他和經紀人 還有兩位女友人 神奇的是四人用餐時 突然拿出金門線紙本地圖 開始比手畫腳 加上筆電解說 享受復古&現代科技 利偶王送上不失禮貌微笑 表示滿意 下一站金門粉絲Uber叫起來 經紀公司透露 利偶王主業還是唱歌表演 一場商演價碼25萬 他也有跟熊仔合作 擔任線上饒舌課程的客座導師 會當司機純粹因為太愛開車 在拿金曲歌王之前 就考到執照了 有空檔或想找靈感 就會開Uber 時間不固定 有時候被跟迷認出來 也會開心跟對方聊天喔 我很常常在大家看的 我說 你是你喔 不是啦